今天是大年初三 那高雄市今天有15例 那其中有5例是解隔前确诊 那这个并没有社区传播的风险 那另外有这个在两位是属于幼稚园的隔离中发病 这个也并没有社区传播的风险 有两例 那另外的八例里面 四例是属于高岗的家族的群聚 那因为有一位在这个因为职场的接触 但是因为他的其他的被匡列隔离 但是他其他的家人也跟确诊个案往来 家庭往来密切 在1月25号裁剪的时候是阴性 但是我们昨天在进行扩大筛检的时候 在前天进行扩大筛检的时候 那昨天的报告出来有发现 这个有这位家庭家族的 这些的个案的一个家庭家族的一个群聚的现象 那另外有这个四位 是属于北部的这个 这个到宜兰旅游某饭店的群聚感染有关的个案 但是在疫调的过程 该四位个案里面的其中一位 并未如实来交代 陈述他的足迹 当我们疫调人在询问的时候 并没有如实来报告 他的这个疫调的 这个整个接触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也会按照传染病房制法来做处理 那其他详细的各个个案之间的关系 跟足迹 那我请潘继正来做说明 是市长 各位视频朋友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新年好 那就今天中央公布高雄市这边 总共有15例 确诊个案 那在高雄港这一部分的一个 延伸的群聚部分 总共今天有9例 这9例里面 有5例是属于原先匡列隔离 那即将要隔离齐满 裁检呈现阳性的个案 包含19048 19048是18155 幼儿园里面的工作人员 那还有1907919078 这两位 这两位主要是在 这个案18186的一个 家庭同住家人 还有在19076这位个案 19076这位个案 是属于在整体群聚里面 某工程行里面的一个成员 那这个部分 他在隔离期间 是都没有症状 但是在解隔之前 採检呈现阳性 还有一位是19073 19073基本上他是属于 18367的一个主要接触者 那是来自于 某一艘客轮上面的一个工作者 他在1月19号下船之后 20号他就离开高雄到台北 那当然我们在疫调过程当中 掌握了这个个案 就立即将这样的一个讯息 疫调资料传到 该辖管地方政府 那进行后续的一个处理 那也是在解隔之前 261解隔之前 拆检呈现阳性确诊 那这五例 在我们的社区传染风险上面 几乎是没有风险 所以这个部分 在足迹上面 等一下也不会提 也不需要再公布 另外在世卫的新增的 这个所谓的家族群聚的 这个个案里面 主要可以追溯到 18545这个个案 18545他在1月20号 有到这个新光照船厂 这一部分去洗船 那因而有暴露在一个 传染风险之下 那紧接着在同磁场接触者 19077还有其相关的 这些工作同仁 我们一并匡列隔离 但是由于这个个案 除了职场接触 但是在家庭的往来 也相当的密切 虽然在1月25号 这些成员我们筛检 都呈现阴性 但是呢 在前天 我们再次的扩大筛检 就呈现阳性 那因此我们这针对 整个关系脉络 还有整个社区的一个联系网 进行扩大的裁检 那这个部分呢 有发现了 总共有四名的一个确诊个案 分别是 18545的职场接触者 当时的19077 他的同住家人 19049以及19055 还有就是 在邻近的一个家族成员 也是19050这个个案 这四位在昨天同时确诊 另外在这个 宜兰的这个饭店 宜兰的旅游当中 有在 某饭店 这个部分的一个接触 而衍生出来的这个大疗的这些群聚案 今天也确诊了 19046跟19047 两名的这个幼儿园的 这个小朋友 以及他的主要照顾者 那整个幼儿园到目前为止 总共小朋友已经确诊了11位 连同这个主要的照顾者 这个部分 总共已经将近20位确诊 那另外 昨天 我们也发现了 事实上就整个的一个疫情的调查当中 18773 18773这位个案 在结束旅游之后 曾经有跟三位的好友聚餐 其中有两位 基本上在接触之后 不久就有传染力 在有可传染期的部分呢 也进行相关的一些活动 那包含 可能在1月25号 有去某艺朗 法郎这一部分 去这个做美法 那在这样的接触过程里面 主要的接触者 19081也因而感染 那19081在感染之后 那在我们面对相关的疫调 陈述的时候 并没有如实 那这个部分 刚刚市长也特别强调 将依据传染病防治法 进行处分 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而导致同住家人 19080 19082 19083 在这期间也纷纷的出现症状 特别是 在整个家庭群序当中 在过年期间 昨天 一家四口 大概就开始车到 我们的某 某这个指定医院去进行裁检 那同时也呈现阳性 CT值都相当的低 大概都20以下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针对这个状况 我们也再进一步进行厘清 那在适当的时候 我们会进行相关的法定程序 针对今天新增的确诊各案 我们公布一下足迹 案19049 在1月31号 有到齐津的连安中药房 25号到21号 大概固定下午在6点 早上6点半到大概中午12点之间 都会到齐津区的大关路 那边有一个 这个没有招牌的一个凉水滩 在那边三五好友在那边聊天 可能喝些饮料 19055 在1月29号到2月1号 固定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间10点 都会在前证区中华五路 梦时在河河中心B1 有一个流行复制归位 这边担任售后员 19080 19081 19082 19083 这个家庭群聚的状况 在我们掌握的一个主机上面 1月28号 11点到6点 在凤山区的 新采创意法廊这边 曾经这边停留 1月31号 早上8点到8点半 有到凤山胜利路 工协市场这边进行采买 以上是今天确诊个案的主机公布 谢谢潘继正的说明 我想还是要跟所有的市民朋友拜托 在接受疫调人员进行疫调的时候 请务必要如此陈述 较有虚伪或隐匿疫情的调查 那我想从今天所公布的这个 一家四口的这个个案 其实就是一个 值得我们借敬的一个地方 因为你自己没说 医疗人给你问 你又说没 其实这个对于家庭或者是社区来讲 其实都是会有某种程度的 这个风险 那以我们现在的这个 Omicron的病毒株 它的感染力非常强 所以其实在家庭中的一个传播 那更比过去的 Alpha跟Data的病毒来得更强 那假如VA2跟VA1做比较 那这个个案当然它是属于VA1 但是假如用VA2跟VA1做比较 这个家庭的传播率 VA2又比VA1增加百分之三十 那换句话说 在高雄这一波 以目前为止两个 这个感染的个案来看 那一群是属于VA2的高港群 那另外一群就是这个去宜兰 这个某饭店的群聚感染有关的 这个案这两个群来看 那其实是在我们高雄 以现阶段来看 这个我们都要提醒民众 能够特别小心 在疫调的时候 那请务必拜托 一定要如实陈述 你的足迹或接触史 那否则在我的印象 在当时的这个18773 当时我们发现 这个他的感染给 抱歉 18703传染给 19081 这个18703传染给 18773的时候就有询问 这个到底这个接触的情况如何 那假如没有这个如实陈述 那真的是 真的是会让我们在社区 或者是在家庭里面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这个风险 这个要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今天的个案的部分 有一个是属于 在高岗的家族的群聚 那这个也是因为 几个个案 都是在家庭里面 这个密切的一个接触 那尤其 在 其今 又是 这个家庭跟这个家庭 其实 这种 这种 我们一般 我们 中南部 这个 头天室 就是家庭 所以这种往来的风险 当然是会增加 所以我真的要请拜托大家 这个 务必 大概 这个 这个全程必须 佩戴口罩 也要清晓 这种接触 这个都要 拜托大家 那一定要做好防疫的措施 那 我这张图 是 引述在 这个 黄宣医师的脸书 这个是在 美国加州 在2021年的11月到2022年1月的一个资料 那假如有接种疫苗 跟没有接种疫苗来做比较 那 有 接种疫苗的 跟没有接种疫苗的 没有接种的 染疫的 累积发生率 是增加了 3.6倍 那住院的比例就是 我们通称在讲的 所谓的重症 这个 为接种疫苗的 跟接种疫苗的 做比较 会增加了23倍 所以真的 要拜托大家 那这个疫苗的施打 还是要如期 能够施打疫苗 所以 我们在2月4号到13号 在美丽岛站跟钢山持继 因为预约都已经满了 然后我们有再加开 这个施打疫苗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名额 也拜托大家可以 在美丽岛跟钢山持继 在2月4号到13号 这个五六日三天 都可以再继续预约 那另外 也在我们的一些地区 包括 弥陀 永安 还有我们的南子区 古山区 钢山区 鹿山区路足区美农区等等 这个部分还有加开疫苗的接种 那请大家务必拜托 一定要前往接种疫苗 那我们也因为 这个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在这个家族的群聚 因为都是住在齐军区 所以我们在前天开始 就开始扩大在我们齐军的社区的监测 那在前天开始扩大监测的过程里面 我们今天所发生的这个个案 就是在我们扩大监测里面 我们主动就把它筛出来 虽然它25号筛已经是阴性 但是在前天的扩大筛检的过程里面 就找到这个个案 那所以我们在昨天也开始 扩大整个这个社区的一个监测的强度跟密度 所以累计在齐军地区 在昨天筛检了1181位 1181位在昨天 那今天我们1181位 那我们今天筛检了998位 那常住的人口大概是 大概是3000位左右 所以我们大概筛检了在 这个区域将近 这个六成的 六成多 我们希望说今天能够达到九成 那希望说在齐军地区 能够在这个增加 我们社区的一个筛检 那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个案 能够再把它找出来 因为事实上从齐军地区的一个 整个在这个过去的 不管是经济活动 包括修船造船等等 这个是齐军非常多的就业的人口 那跟社区其实几乎都是跟社区是连接在一起 那这个当然对防疫来讲是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之前就一直跟大家说明 我们一方面透过在齐军地区的 这个扩大的这个筛检 希望说能够把社区有可能潜在的这些个案 把它找出来 所以今天这个个案 是因为在普筛 在过去在筛检的时候 它是阴性 但是过了几天 这个又变成阳性 这个也代表说 那我们对于整个社区的这个监测里面 以昨天1181位 除了因为家族的群聚 这个也可以在意料中有找到 过去的一个感染的关联 找得到感染源 那扩大筛检这个部分 扩除一味的感染 那在社区里面 以昨天到今天整体的状况 在社区其实在风险里面 还是可以控制得住 所以这点也跟大家报告 那我们今天会持续的 在齐军地区 早上有998位 那我们下午也跟晚上 也都持续的在做扩大筛检 也拜托 假如有收到通知 或者是我们的里长 有跟我们的这个卫生局的人员 有告知 我们民众要筛检的部分 也务必请大家一定要配合筛检 这个部分在这里要拜托大家 如果您的预备 我们的预备 也会让我们的预备 非常好 對